就是包含插入一個年 然後增加藍位 第二個動作就是再增加樞紐分析表 第三個就是樞紐分析圖 所以假如我們需要一個動作 我剛剛都人工作業 老師人工作業已經很好了 這樣OK了 可是問題 如果將來有非常多個藍位需要分析的時候 或者是非常多的報表你要產生 或者是多個土要需要產生出來的話 當然你要浪費很多時間 或者是說你可能要大量不斷的產生 一段時間又要產生的話 如果你不希望說你要做人工作業要重複做 當然你勢必就需要把這三個東西變成程式 所以剛剛的動作 如果我不想要人工來做一遍 那怎麼把它變對應的程式 首先第一個 這個插入年這個欄位的話 那我們當然其實也可以把它變成 就是一段程式 可是你說老師我不會寫怎麼辦 沒關係 你應該知道有一個叫錄製聚集的東西 所以假設 待會我們寫兩段程式 一段程式就是把它刪掉 有沒有 那一段程式就是再把它插入一個年 OK 那應該怎麼寫 如果你不會寫 我們也許因為已經有了 所以我先錄製叫做 什麼 刪除欄好了 OK 所以我先錄一個 錄製一個劇集吧 叫做刪除欄 然後另外一個叫做插入欄 一個就是讓年不見 一個是讓年產生 OK 怎麼做 當然你如果沒有把握之前 我建議你先彩排一下 然後再開始錄製 所以理論上我應該有把握 所以我第一個動作是選它 然後按右鍵刪除 第二個的話再把它插入 我們先試著來做一遍看 那記得 第一個動作請你先不要已經選了 如果已經選了 那就NG了 為什麼 因為如果你假設錄製的時候 沒有選的動作 它就不會產生對應的程式 所以記得不要先選 記得把它移開 好 然後我們先錄製去期 先產生一個什麼 叫做刪除欄 刪除欄好了 OK 這樣喔 那當然在VBA裡面 等一下會有一個 SAB 叫做SAB 空一格 刪除欄 有沒有 然後裡面就是程式 其實我們動作不多 所以理論程式也不多 好 按確定之後的話 那我們接下來開始 1 選取第一欄 所以它會幫我產生一行程式 就是把這個範圍選起來 有沒有 第二的話 直接在上方按滑鼠右鍵 然後找到刪除 好了 OK了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就停止錄製 好 停止錄製了 那再來看一下 去期裡面有沒有刪除欄 有啦 OK 所以你可以按編期 那看一下 這個地方就一個刪除 其實蠻簡單的 你會發現刪除欄就兩行 有沒有 上面這邊都註解 所以我的習慣是 這個有點像多餘的 我蠻討厭它幫我產生這個東西 所以我的習慣就直接把它刪掉 那你可以看到 選取第一欄的話呢 實際上就是這個啦 有沒有 所以你就多學了一個物件名稱 叫做Colence Colence的話呢 指的是什麼 欄 那如果你要選取的話 就點slate 有沒有 點slate 那點slate之後的話 你會發現 有一個slate的動作 就會產生一個selection 有沒有發現 這邊就有一個叫selection 然後呢 底下是delete 然後呢 這個應該是什麼 右邊 它什麼 叫做什麼 to delete 也就是說啦 你刪除掉之後的話 等於是 它會向左地補的意思啦 不過跟各位講 其實這個參數不佳也沒關係 還有一點啦 我跟各位講 如果假設你現在看到什麼 點slate 跟selection的話 我是跟各位講啦 其實 你其實可以不需要 點slate之後再產生selection 其實這個selection 所以其實說真的啦 要是我寫的話 自己寫的話 其實不用那麼麻煩 直接把點slate跟selection delete掉 變成什麼 直接就這樣就可以了 就是 不用點slate 也不用selection 那你說老師為什麼 他會又selection 因為你是錄製的嘛 錄製是怎麼產生的 就是 你滑鼠鍵盤的動作嘛 OK 所以假如說 你如果自己會寫的話 其實就寫這樣 colents 有沒有 那甚至啦 有的時候其實 D冒號D根本也不一定 寫D就可以啦 D籃這樣也OK 然後呢 點delete後面其實 也不用向左地補 不用 這個也可以把它delete掉 所以其實刪除籃 寫這樣就OK了 有沒有 那當然你說 寫剛剛那樣子 跟你寫 這樣子哪個好 當然是寫得越精簡越好嘛 所以沒事 你不會想要寫很多嘛 所以特別注意 這邊的話 甚至你將來 如果你會寫的話 直接自己打上去 可不可以 也可以啊 這樣子OK 好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在錄製什麼 插入籃 所以把剛剛的動作 再加進來 所以接下來一樣 錄製聚集 然後呢 我們再增加一個叫 插入籃好了 所以這邊的話 OK好 那一樣啦 剛剛已經做過了 我就不彩排了 所以如果你假設沒有把握的話 請自己慢慢彩排吧 OK 所以 滿花時間的啦 如果假設你時間很多的人 真的可以一整天都做這些事情都做不完 真的是很好殺時間的 真的我以前光寫程式 我都不知道我每天 為什麼可以有這麼多時間 一直在寫程式寫程式 可能是 因為真的以前時間還蠻多的話啦 OK 好不好前提是這樣 OK 你慢慢想啦 但是如果你忙的話 當然就是想比較快一點的方法 你就直接拿我的範本 來當籃人包算了 所以我其實有時候都想說 你們有些都直接用籃人包 OK 插入籃 按確定之後就開始了 OK 好 剛剛的動作 第一個步驟 一選取D籃 有沒有 然後二按右鍵插入一籃 空白籃 然後呢 三的話呢 郵標再點什麼 點那個D1 然後輸入什麼 輸入年 然後底下的話呢 再輸入什麼 輸入那個 插入那個什麼LAPS 所以剛剛用過 最近使用過LAPS 然後就是這個資料 取三個字 然後按確定之後 向下填滿 好啦 那我已經錄完 對不對 一樣停止錄製 記得喔 我發現很多同學 最後這個動作都忘記停止 然後之前有同學 一直錄一錄 忘了停止 然後剛剛後面的動作 一直做 越錄越多 一大堆都錯誤的 所以記得啦 最後一個步驟 一定要記得把它停止掉 好 那這樣的話 應該會產生一個什麼 產生一個那個什麼 插入籃 它一樣喔 所以做完之後 我們一樣把它編輯一下 看一下結果 不過有時候啦 它會閃退 有沒有 你會把他按一下 有沒有 它會閃退 彈 那怎麼辦 沒關係啦 你再按一下這個VZOB 它又彈出來了 這個好像 我不知道它是不是 以SEL裡面的一個BUG 還怎麼樣 當然 不過沒關係啦 好 那接下來的話 一樣喔 先把這邊註解先拿掉 那因為步驟很多啦 所以其實我們可以在這邊加註解 1 1選取 是我們先選取D藍嘛 然後2的話呢 就是 在那個地方插入 按右鍵插入藍 有沒有 然後在這邊的話呢 你可以加上註解 這個註解的話 我想你們自己再打上去 然後3的話呢 就是 在那個D1上面加點 黏這個字 然後呢 4的話呢 就加上LAB的公式 那5的話呢 就向下填滿 OK 所以可能如果概分下來的話 大概有五個步驟 那沒有跟各位講喔 其實 不過應該 這個地方 有沒有看到 點Selection 所以跟各位講喔 如果 如果假設你要插入藍的話 其實說真的 不用寫這麻煩 你只要寫什麼 所以啊 2可以拿掉 所以這樣應該 你其實直接 colors 後面加一個點1色就可以了 那你說後面有一串 這個參數需不需要 跟各位講喔 完全不需要 這樣的話呢 實際上就是在D欄 插入一個空白欄的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第二個動作是 在D1上面加一個黏這個字 其實你會發現 這邊有個什麼 點Select 然後你說老師 為什麼底下剛剛 本來是Selection呢 那為什麼現在變ActiveSale 跟各位講喔 如果你選的話 是選一個範圍 它就是Selection 可是如果你點的是一個儲存格的話 一個儲存格喔 特別是喔 它就是ActiveSale 其實指的是一樣的東西啦 反正你就點的位置就對了 如果點一個 那就是ActiveSale 如果點多個 那就是Selection 好 那其實也是一樣啦 你說老師 那是不是同樣的道理 我可以把它刪掉 對沒錯 所以這邊可以把它Delete掉 留下這樣喔 RangeD1.FormellaR1 不過各位講 Formella這個指的是公式啦 其實說真的 連這個都不用 所以如果你要把黏這個字 放到D1儲存格的話 其實寫這樣就OK了 所以其實應該可以理解吧 再來的話公式喔 底下的話就是把這個公式 放到D2裡面去 所以其實道理一樣 有沒有 點Selection 然後又有一個叫什麼ActiveSale 所以這個其實也可以把它Delete掉 那你說老師 那後面的Formella這個可不可以拿掉 當然可以 所以喔 跟各位講 其實它都給你多一些垃圾出來 像我都很討厭 好 那可是接下來有個問題喔 你說老師 那這個立方 我寫的明明是長這樣 可是它為什麼出現的是什麼 Labs Rc-1這個東西 其實你不能理解的應該是這個東西啦 這邊明明是C2啊 可是為什麼這邊叫做Rc-1呢 跟各位講喔 因為呢 這個聚集錄製喔 它參照那個欄跟列的位置的話 它是用相對位置錄製 什麼叫相對位置 就是說呢 如果你現在的儲存格 這個位置是哪一個 是D2對不對 那上面是C2嘛 所以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是同一列的話 那R後面不會有中瓜弧 可是如果你 所以特別注意 R是列的意思 C的話是藍的意思 那如果假設 因為它現在的位置是D2對不對 跟C2之間差幾藍 有沒有發現 差一藍對不對 那如果呢 特別注意喔 如果後面假設是中瓜弧 如果是負的話 那就是向左 那如果是正的話呢 那就向右 應該可以懂這意思吧 那如果R假設不同列的話 一樣喔 向下是正的 向上是負的 你說 喔老師我雖然懂了 但是我頭還是很痛 這跟各位講沒錯 因為喔 這種什麼RC啊有沒有 這個我自己也非常討厭 可是 你說老師那我如果不想用這個 可沒有別的方法 有啦很簡單 其實你只要怎麼樣 把這邊改成什麼 改成C2就好了 你看得懂嘛 對不對 那你說老師那為什麼他剛剛 因為聚集是電腦嘛 電腦比較喜歡相對位置嘛 所以他錄下來 他當然那個他比較看得懂 那反正程式執行 只要能夠OK就好了嘛 你幹嘛一定要監 所以喔特別注意 以後如果說 這個錄下來的公式喔 其實你真的是可以直接把這公式 直接放到底下來就OK了 好 不過喔 可能會有一些例外喔 什麼樣的例外 就是說如果公式裡面喔 假設喔 假設啦 因為這個目前沒有啦 假設裡面有雙引號的話 你可能要記得喔 如果你要貼過來說 因為呢VBA裡面雙引號 代表文字的頭尾 那如果你公式裡面也有雙引號 那會有衝突 那怎麼辦 很簡單 其實你把雙 如果公式裡面的雙引號 把它轉成兩個就可以了 一個變兩個 它就沒有錯誤了 這個可能要注意 因為目前沒有問題啦 所以之後如果遇到 我們再來看喔 那最後的話呢 就是這個OK的嘛 那最後這個selection 向下填滿 那你說selection 上面沒有select啊 怎麼會拿來的selection 對沒錯 所以如果假設啦 你要把selection 去掉的話啦 你可以把這個range 把這個range 改成 這個selection 改成叫做range d2 意思就是說 反正我要向下填滿的儲存格 在哪個儲存格 那就是d2嘛 就是從這邊幫我向下填滿 不就OK了 那最後的話呢 這邊它多一個什麼什麼範圍selection 其實跟各位講 這一行是可以把它砍掉不要的啦 所以這個把它拿掉 好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產生什麼 其實步驟好像就只有四個啦 所以我把它改一下 第一步 第一個的話就是什麼 插入d欄 那第二步的話呢 就是應該算什麼 輸入欄名 年的欄名 那第三的話 就是輸入公式 第四的話 就向下填滿 那這樣就OK了 所以喔 你有沒有發現 入字聚集 雖然給你很多的程式碼 但是我的習慣 我還是會怎麼樣 把它精簡 然後最後的話 並且加上註解 註解的話呢 自己再打上去啦 這樣的話呢 就清爽了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我剛剛第一個 先練習入字 刪除欄 然後再練習 插入欄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試看喔